在亞洲的佈局 當然會強調跟我們的關係 那個跟太平島有沒有傷害到我們的 那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且針對 外交是誰 我知道針對太平島的議題 事實上我們跟美方的對話 其實過去這兩年來 持續的都在進行 我想大家都了解 但即使是好朋友 也不可能所有的意見都完美一致 可是我覺得是有 我沒有再跟你爭論那一點 我現在爭論是 外交部有外交部的專業判斷 任何一個行為 它不會立即產生 我們看到很強烈劇烈的變化 因為外交是累積 我一開始告訴你 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將來換了三任十任的政府 還是你們同仁在面對 所以有些專業的判斷 那個是有延續性的 我再請教你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次 你看這個東西 包含美國的國防部長卡特 三月曜還在講南海的東西 它那個不是一個事件的結束 它反而是一個事件的開始 還會再升溫 而我們現在這個國家元首 在進行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有沒有贏得友邦的信任跟穩定 至少從他們國務院的當時的回應 他們事實上對這個東西是不歡迎的 他不能解釋為歡迎嘛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說 這一次出訪 你剛才講說在極短的時間 美國就准了 你們從開始準備這九安專案 是幾月幾號開始準備的 我們大概有兩三個月 可是事實上 因為原來都還在主要是中美 原來還沒有敲定要出發 對原來還沒有 確定要出訪是什麼時候 確定出訪大概是上個月 上個月的事情 那瓜地馬拉邀請我們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瓜地馬拉我也提到 因為吉米摩拉利斯總統 他原來就有邀請總統去參加他的救治典禮 是什麼時候邀請的 這個是去年就有 去年就邀請了嘛 所以去年就邀請 然後呢事實上呢 我們的友邦如果總統就任 禮貌上應該都會邀請吧 是 所以那個不是 那個邀請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吧 那我們跟瓜地馬拉 因為瓜地馬拉是中美最重要的國家 我們幫講不多 每個國家都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 每個國家總統就任都會邀請我們嘛 這是禮貌嘛 是 不邀請才是新聞嘛 不邀請你們問題就嚴重了 那個當地駐地大使就事情大條了 對 我想我們 所以我的意思是 瓜地馬拉總統的邀請 大概不是馬英九要出訪的最重要的考量 因為很多國家都邀請 我們二十幾個邦家 我們每個國家都重要 所以去年就邀請 你們上個月開始作業 所以我這樣 我這樣子解釋對不對 整個九安 馬英九出訪 事實上 是在選舉以後 才開始處理 這個委員我很坦誠地講 事實上 總統出訪 這個事實上是外交部 經常在做一些規劃的 那個是準備規劃 確定要出發 大概是二月份 二月份的事情嘛 所以很短的時間 原來事實上是有規劃一些 相關的一些做法 事實上也是要做一些鋪陳 按照你們的時程 三月十三出發 十四號到瓜地馬拉 十六號到貝里斯 到十七號離開 然後大概就到 休斯坦那個地方去 到洛杉磯 到洛杉磯 回來 然後回來台灣 是 這一個旅程當中 會不會見到意外的人 會不會有意外的 不會 差距 不會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不好意思拿你的烏紗 不會 因為你還是剩兩個月而已 保證保證 跟委員保證 絕對不會 那我們最主要的 當然是台美關係的重要性 跟美方會有一些互動 包括聯邦的 這些參眾議員 那另外最主要 還是跟邦交國 其實我剛剛也 特别強調一點 那個大概是 每一次 每一次我們的元首級的出訪 大概就是這個規格 大概就是僑界 參眾議員 某一些 跟台灣有相關的 或者AIT相關的理事主席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到當地 參加什麼活動 參加活動 所以它是一個 很例行的事情 卻在選後二月份 緊急確定要走 然後你們開始 就要忙得天翻地覆 那外交維繫 國家元首出訪都好事 但是 我剛才在跟羅政委員 在聽他在聊 這個大概是史上第一次 總統選完 大概第一個 總統還選擇出外參訪 他是第一個吧 在你漫長的外交生涯裡面 這個大概是頭一招 就是我們國內 總統大選也沒幾次 總統大選結束以後 元首還選擇到邦交國出訪了 久安是第一次 當然因為總統卸任是520 那這一次的時間是 過渡時間是比較長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 陳前總統在2008年的1月份 事實上也有出訪 我剛才特別強調 外交工作 那時候是選錢 我強調的還是說 整個拉丁美洲這個區塊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就是說 我一直告訴你 國防或者外交 其他都是延續性的東西 對 所以現在我們也知道 新舊政府在交接 本期在最後這個大概三分鐘時間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現在新政府跟舊政府 其實不關你們的事 尤其我們台下這些官員 都是國家的 很多的常任文官 久安專案 有沒有列入你們交接的報告事項 事實上 我跟委員們包括 針對久安專案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也有跟民進黨的部分 也有在做溝通 有做溝通 事先就有 有我們的同仁也曾經建議過 是不是 既然他要出去了 為了國家利益 請外交部這邊 詢問即將接任的國家元首 對於出訪 有沒有什麼可以合作或委託 不要講轉化 就是那個外交的銜接 你們有沒有做這個事情 建議的這個還是 國民黨集的議員 我了解 事實上我們有把整個訪問的安排 事實上多有 讓民進黨方面了解 我想基本上有高層的互動 對於外交部來講 對於外交部來說 其實所有的資料都在部裡面 我直接問你 馬英九是現任元首 蔡英文是即將接任元首 在這個九安專執行的時候 大概時間已經剩下50天以內了 那你做一個外交部長 政權在交接的過程當中 我也很高興到說 有聽到國民黨集的立委建議 你應該去詢問一下 未來即將接任元首 有沒有什麼話 有沒有什麼事情 有沒有什麼工作 可以透過這一次案 不要讓它變成一個 無聊的畢業旅行而已 透過現任元首去強化 等於把這個能量 累積到下一任政府 你們有沒有在 不是向民進黨方面報告 我講的是兩個元首 我講的是國家的一個機器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在做這個事情 我的了解就是 雙方的窗口之間有在溝通 那實際的內容 目前我可以再去做一些了解 所以你不清楚 對 對外交部來講 我覺得說這個訪問有它的效率 我們不裡面是哪一位負責 我們不裡面哪一位 是跟未來的 未來的即將接任的政權 做報告這個事情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所以現在最主要還是付 你現在在國會裡面 是有還是沒有 你現在在國會裡面尋答 你到底是有還沒有 那你不清楚 台下哪一位清楚 請他上來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事實上是由總統府 曾永泉 曾秘書長 他們來做一個協調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對應的窗口 現在各部會的窗口 還沒有建立 各部的部分沒有報告 現在還沒有 外交國防是總統的專職 可是這個部分還沒有指定 就是誰來做 所以我這樣引述對不對 有關這一次馬英九總統出訪 在執行面 或者在內容上 或者邦交的 鞏固邦儀上 對於即將接任的元首 你們是什麼都沒做 有溝通 誰去溝通的 是總統府不是你們嗎 曾永泉 曾秘書長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溝通什麼 你怎麼知道有溝通 他有告訴我 他告訴你什麼 我想這個還是牽涉到 雙方面高層的互動 我想事實上確實有溝通 確實有讓對方了解 不是國家機密 我在這邊問你 你要回答 你怎麼會說 這些高層機密 溝通什麼東西 這個是他們高層之間 就針對總統出訪有做了說明 馬政府跟蔡英雄那邊有溝通 溝通什麼你現在不能講 不是 就說明這次總統出訪的重要性嘛 他們也了解 我想外交工作本來就要推動 重要性是形容詞 我想是溝通什麼內容 不是委員 您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事實上 我想像不出來 我想像不出來 我想蔡總統上任之後 也不可能馬上去很多國家 你沒跟我總統 我沒跟我總統 我現在想像不出來 我請你告訴我 不是相關的外交的檔案 相關的資料絕對會交接 這個您放心好了 我們所有的同仁都在這裡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再來我們請陳庭飛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是 我們一次的出訪 大概要花多少錢 馬英九總統一次的出訪 大概要花多少錢 我想這個 那現在還是在規劃當中 我想因為陳總統在任內 也出訪了15次 你不要 聽我講 馬總統這一次是第13次 你不要把我偏離主題了 沒有 就大概就是在 部長我只是問你 請問馬英九總統 一次出訪要多少錢 這次的出訪 我想在這個預算的部分 我在這裡不做透露 那我想說我們大概一年 事實上我們整體來做 整個的這個高層出訪 事實上都有相關的預算 相關預算是多少嗎 相關預算是多少嗎 不是 相關預算就是對整體 高層出訪的那個相關的規劃 這是105年度的預算 好 105年度我們出國訪問 大概編了一億兩千五百多萬 是 對不對 對 所以所謂的在這預算之內 是一次把它花光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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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絕對會預留 未來這個蔡總統出訪的 這些相關的 所以這一筆錢 本來就預估要兩次的出訪嗎 你們當時候編列預算啊 我現在在問你嘛 你們當時候 編列這一筆預算 出國訪問的預算 一億兩千五百萬是兩次 所以馬英九總統 就是一定要把一次印 把它花掉就對了 是這樣的邏輯嗎 我覺得也不能這樣講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外交工作 到底有沒有它的重要性 好 那我現在就要問了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重要性我剛剛 這一次的久安專案 請問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它重要性有好幾個層面 邦交國的層面 台美關係的層面 還有多邊的層面 邦交國的層面 98年 我們的九木專案 我們也去了貝里斯瓜地馬拉 對不對 這個是98年 98年嗎 這已經是很多年前 已經不去過了嘛 我們的邦交國 只有這些嗎 我們還有沒有沒有去過的 總統都去過 全部都去過了 所有的邦交國都去過了 都去過 所以現在 溫暖之旅 也不是 因為事實上過去 因為你說都去過了嘛 那為什麼 我想 在這短短的 已經要卸任的幾個月 一定要再去一次 貝里斯跟瓜地馬拉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 這個我們跟貝里斯的互動 因為 很好嘛 沒有 因為Din Barrow總理 因為他有背部 不太適合做長途的旅行 所以他2008年也來過台灣 那馬總統也去過一次 可是過去大概有六七年之間 其實高層的互動是比較欠缺 那我們認為 而且這個巴洛總理 他去年11月當選連任 那我覺得這一次 那你是認為已經有危險了嗎 你說 欠缺 欠缺溝通 所以是因為有危險 我是說高層 因為我們今天總統要出訪 他是有幾個層面嗎 沒有沒有 不可能是 沒有 隨便去交友嘛 不是 我想高層的互動 不可能嘛 這個外交出訪是多等的嚴重 而且重要性啊 對不對 總委員 我覺得高層互動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在外交部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不管是 現在馬總統出訪 我還聽不到你的重要性在哪裡啊 他目前為止是怎樣 你剛剛說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了 所以又加上他 背後沒有辦法長途 所以就換到我們馬英九總統要過去 是因為兩國的之間邦交有生變嗎 沒有這個生變的問題 我說高層的互動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那我說溫暖之旅你也說不是 那說沒有生變 你也說不是 那到底為什麼會安排這一次 我要強調的是 所有的邦交國 您說 總統都去過了 那為什麼會在 這一次又安排了 98年已經去出訪過的 貝里斯跟瓜地馬拉 一定有原因嘛 有些國家的高層互動比較多 有些國家的高層互動比較少 那我們覺得說 有些地方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加強 所以只有貝里斯跟瓜地馬拉 互動比較少 其他都互動很多 比較起來 確實是 比較起來 所以我說嘛 就是你們擔心會生變嗎 不會生變 這個 我這個未來我要對新政府交代 這個絕對不會生 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還有 另外我剛剛提到 還有中美洲議會的議題 那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還有一個slug的議題 我再請教一下 這是我辦公室跟我們外交部調資料 我問說 我們歷次總共我們馬英九總統呢 幾次 11次的參訪 有做出什麼樣的承諾 有做出什麼樣的承諾 我們外交部都說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我們事實上我們所調出來的資料就是有 所以我下面要問你的時候你預計 請委員說明 我們這一次貝里斯跟瓜地馬拉我們預計我們出訪之後 我們要下什麼樣的承諾 因為馬英九只剩三個月的時間來 我們不會做任何新的承諾 我們看一下喔 敦目專案 敦目專案我們援助多明尼加911 勤務中心的經費還有人力捐贈警用機車及救護機車 九目專案我們贊助貝里斯醫院醫療器材 總共新台幣205萬1650元 這是我們幫你們找的啦 你們都說沒有嘛 可是問題是 這些確實是我們已經有花了 好 還有捐款贊助貝里斯社區兒童計畫 還有捐贈薩爾瓦多50萬美元 甚至我們在九一專案的部分呢 我們馬總統呢花了2800萬美元 也就是將近10億元的新台幣 幫巴拉馬政府買了一架巴西製的救難專機 這個部分 九博專案呢 我們是援助洪都拉斯學童眼鏡 還有學童皮鞋 還有制服的計畫經費